老板嫌我薪水高 扣我工资逼我自己滚蛋 安排自家小舅子 强行接受我千万利润的劳动成果 小凡呀 公司经营困难 需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决定对你调岗减薪 走到这一步 公司也不愿意 你要是不能接受 可以另谋高就 我脑子里一猛 才回过神来 老板就是用减薪逼我走 可说什么公司经营困难都是屁话 今年我研发品大卖 业绩比去年增长了很多 他只是觉得我工资高而已 现在公司走上正轨 老板却这样对我 让人很心寒 可本着有始有终的态度 我还是提醒老板 巨师集团的软件系统快验收了 我是不是等上线之后交接完了的 不用 这个项目有人来跟 你就别操心了 我心更冷了 这个项目我跟了一年 熬夜不知道掉了多少头发 眼看项目就可以验收 这个时候换掉我 明白着就是不想给我发项目提成 这小十万的提成又没了 我冷声道 我去年的项目提成没发 还有裁员的工资补偿款 这些补齐了我就走 小凡啊 公司现在账上没钱 你看这提成什么的 要不就算了吧 我苦笑 年初老板还从公司提前去买了个独栋的大别墅 上个月还和老板娘一起去欧洲旅游扫货 怎么会没钱呢 说好的提成还能赖掉 再说我只是让你调岗匠心 如果你自动离职 那是没有补偿金的 我快起疯了 他换项目负责人 额掉我今年的提成 去年没发的提成也想赖掉 现在还要我自己离职走人 再省掉赔偿金 他这算盘打得叮当响 让我自动放弃这几十万 真是把我当傻子 我心中狂怒 真想马上就走人 可想想房贷车贷 还有正准备上幼儿园的女儿 还是强忍住怒气 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那我等到公司账上有钱 发了提成再走吧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里面有个陌生男人 听说是老板的小舅子 以后我的办公室就是他的了 老板走了进来 看着我呵呵一笑 小凡 以后你就在大厅里办公吧 我默默抱着纸箱走到新工位 从今天开始 研发总监由新同事聂小强担任 聂总监是国外回来的高端人才 我相信在他的带领下 咱们研发部能继续创造辉煌 有同事问 那张总监呢 老板看到我一眼 悠悠道 张小凡不再担任公司研发部总监 调整为普通程序员 小凡 你把手头工作和聂总监交接一下 特别是巨石集团那个项目 以后这个项目由聂总全权负责 你不必再过问了 我徒弟见我没吭声 张口问道 老板 巨石集团的项目是张总手上做起来的 明天就要验收了 这个时候转交给聂总是不是不太合适了 可惜老板不是干技术出身 对这个并没有放在心上 聂总是海外回来的技术大咖 没有什么他搞不定的 整个项目规划他全权负责 你们放一百个心 老板小舅子这个时候 也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讲 刚刚我看了之前的项目 产品荣誉度高 实施效能低下 服务质量也有待提高 不过和国外我做过的那些项目对比 这些都是小项目了 很简单的 我会指导你们怎么做 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 无非是他之前资历如何厉害 希望大家能跟他好好配合 他就能让大家买房买车 会后小舅子带着几个人过来 来 你们几个把张小凡的电脑换了 普通程序员不能用这么好的电脑 你们也打开他电脑 看看这家伙有没有吃力爬外干私活 还敢跟老板要提成要赔偿 要是被我发现了什么猫腻 嘿嘿 那你就等着坐小黑屋吧 我看着他小人得志的嘴脸 气笑了 聂总监是不是疯了 我上班最早来最晚走哪来的时间机私活 去年的提成大火都发了 就剩我的了 我怎么就不能向老板要提成 小舅子冷哼一声 你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人家985毕业的大学生 一分钱工资不要 都想来我们公司学习 而你呢 拿这么高的工资 还想着项目提成奖金 这么简单的小项目 搞得好像自己多有能耐 项目管理不就是指挥别人干活吗 这谁不会啊 我要是早来两年研发部 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 公司也早上市了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学历 站着毛坑不拉屎 办公室其他人听他这么说 立刻骚动起来 这些年我的工作成绩大火有目共睹 可就这几句话就抹杀了我 我气得全身发抖 说不出话来 小舅子很得意 你们几个都给我好好干 谁在上班摸鱼偷奸耍滑 马上就降薪 甚至辞退张小凡 就是你们的下场 我冷笑 明天就要进行巨石集团项目验收 许多关键环节没有我在场 肯定搞不定 果然没过多久 小舅子从办公室出来 气冲冲过来找我 张小凡 巨石集团这个项目 你之前咋弄的 文档太复杂了 你过来从头到尾解释一遍 我无语了 连这些交接文档都看不明白 这货的水平恐怕连普通员工都不如 还什么海外回来的高手 我慢悠悠地回答 不好意思 聂总 我现在是普通程序员 只能携带吗 你的这些工作我配合不了 为什么配合不了 老板让你配合我的 聂总 该交接的我都交接给你了 你把我电脑都没收了 如果交接资料有问题 那我来改 可如果你看不懂甲方的业务流程 那我真的没办法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服从管理了事吗 让你配合工作 你就推三组四的 干得了就干 干不了就滚蛋 聂总 我现在不是这个项目组的 配合傻工作 你想让我滚 让老板把我去年的提成 和离职赔偿发了 我马上就滚蛋 小舅子脸一下子就黑了 我又道 还有聂总 你让我拿普通程序员的迹象 干你总监的活 请问这项目负责人的提成 你分我多少 小舅子脸账的通红 语气也弱了下来 那么多文档 我一个个看 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我实在是无语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聂总不是说 这是个简单的小项目吗 况且我帮你干 我的绩效怎么办 你拿项目提成 我扣工资 你好意思吗 哼 别以为没你就不行了 巨石集团项目组的成员 今晚全体留下来加班 我反正已经不是项目组成员了 开心摸鱼 下班到点打卡走人 第二天 我走进办公室 师傅 你可来了 昨晚怎么联系不上你 我们都干啥了 聂总监让我们集体加班 不准回家 聂总是高级海归人才 有他在想必是妥妥的 听我这么说 同事们脸上都露出苦笑 老板气冲冲赶过来 张小凡 巨石那边又在群里催你 你怎么没回复 我拿出手机给他看 没有啊 群里什么动静都没有 老板一愣 徒弟解释道 老板 聂总重新建了一个项目组工作群 师傅不在里面 老板的脸色像便秘似的 上午验收的时候 怎么磕磕绊绊的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你在问我吗 这项目现在不是我负责 谁负责的项目你找谁啊 关我什么事 老板一时语色 脸色铁青 走进小舅子的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 老板又甩着脸出来找我了 你到底有没有和聂总监好好交接 所有技术文档 一个不漏都发给他了 资料有问题 我负全责 其他的可不能赖我吧 他刚来 业务还不熟 你作为老员工就不能帮帮他吗 我都无语了 拿走我的项目 还要我帮他 老板 这个月我是普通程序员 也有我自己的活要干 真的没多余的显功夫帮他 一定要我帮忙也行 大不了我这个月奖金不要了 可老板 你得把欠我的提成发给我 我都快没钱吃饭了 老板眼睛里冒火 你以为没了你这个项目公司就搞砸了吗 不想干就给我滚 我没理他 还是那句话 发了提成和赔偿金 我马上滚 师傅 你知道吗 那个聂总跟个傻子一样 技术文档都看不明白 真不知道是不是干这行的 在和巨石集团视频会议的时候 还跟人吵了起来 这个项目要是砸了 大伙的项目奖金都要泡汤 下午财务将我这次出差的报销单据全部退回来 说不符合公司规定 不予报销 这些报销项目 以前都没问题 金额也没有超过公司规定的上限 怎么就不符合规定了 不用说 肯定是老板示意的 他不但想赖我的赔偿金和提成 连费用报销也想让我自己承担 老板这算盘打得震天想 今天的项目验收一塌糊涂 如果无法通过 不但项目后期款项不付 巨石集团还要追回前期预付款 并且按合同约定要公司进行赔偿 没过多久 徒弟从会议室跑出来找我 师傅 项目验收没通过 苏董事长把老板和聂总给骂了 指定要找你对接 老板让你进会议室协助 老板 你找我啥事啊 我正忙着写代码呢 老板看到我就如看到救星似的 张红的脸上努力挤出一丝笑意 小凡啊 巨石集团的项目还是你比较熟悉 你来和苏董事长聊一聊 我露出回南神色 老板 这不合适吧 我都交接完了 现在巨石集团项目是聂总监负责呀 小舅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老板善笑道 聂总监这不是刚来吗 对项目细节还不太熟悉 张小凡你和苏总聊一会儿吧 老板 我自己的活都还没干完呢 要是这个月绩效完不成 你又不发奖金 我该咋办 小凡 那个你之前的项目提成 其实我早就给你批复了 现在应该卡在付款流程上 我再去催一下 明天就能到你的账上 听他这么说 我这才对着摄像头和巨石集团对接 这个项目我了如指掌 对方能提出什么问题 我早有准备 滴水不落 一个个回复 并顺手安排下去 项目组里谁跟进 谁测试 谁提交 今天验收过关的只是一个模块 接下来还有其他模块需要验收 苏董事长也总算满意 还撂下话 以后这个项目只和我沟通 视频会议结束后 我笑着问小舅子 聂总 今天问题都解决了 明天我还有很多别的活要干 你就别找我了行不 小舅子现在已经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眼见小舅子愣着不说话 我又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刚才苏董事长说了 对我们这次对接很不满意 要是验收不合格就取消合作 还要按合同起诉 老板立马急眼了 公司接近四成的收入 都是依靠巨石集团的项目 如果这个客户丢了 那公司损失可太大了 不仅如此 若真的取消合作 公司不但要退回之前收的预付款 还要按合同约定的金额进行赔偿 那可不是小数目 老板满脸堆笑对我说 小凡 这项目还是你来负责吧 赶快抓紧时间 让他们通过验收给咱们打款 这样大伙才能拿到提成 我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清 老板 先别说这项目了 去年的项目别人的提成都发了 就剩我的没发了 我快没钱吃饭了 提成我早就劈下去了 肯定是财务部那边拖拖拉拉的 这群人成天都在干什么 光拿工资不干活 我现在就过去让他们马上给你发 这是我这次出差的报销单 财务说不符合规定 不给我报 你带过去让他们看看 没问题的话就一起打款过来 老板拿着报销单 正正地看我 放在以前公司里哪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看着我的笑容 他脸上憋出了猪肝色 许久才挤出来一个字 好 老板亲自出马 果然速度快 没过多久 手机上收到了短信 提成和报销都到了 到账了20多万 我心情很好 其余的憋屈也一扫而空 比收到钱更重要的是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未完待续 下集更精彩 好